多家新能源车企宽先涨价 急循规模与利润平衡之道 在补贴退坡 芯片短缺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下 已有多家车企宣布上吊新能源汽车终端销售价格 根据上汽荣威此前发布的涨价预告 公司3月1日起对旗下多款新能源车型的官方指导价进行上吊 以应对新能源市场变化 对于涨价原因 上汽荣威方面表示 全球芯片短缺 推高生产成本 补贴政策退坡 影响终端价格 多重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产品价格上涨 事实上 自2020年起 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就连年处于退坡之中 此外 锂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以及芯片短缺等问题 也依旧困扰着车企 由此带来的成本上涨压力正成为汽车行业不得不面临的现实 据相关媒体不完全统计 截至3月初 已有至少16家新能源车企宣布调价 涉及车型至少36款 涵带10万元以下至30万元以上主流购车区间 其中 10万元以下车型上吊幅度较高 平均涨价达4800元左右 对于后续计划 上汽荣威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未来我思将持续关注市场情况 结合用户反馈 对旗下产品进行改进与优化 比如采取可能的升级配置等措施 据中汽鞋数据显示 2022年1月 我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45.2万辆和43万辆 分别较2021年同期增长了1.3倍和1.4倍 在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大幅增长的同时 众多车企选择了调高新能源汽车终端销售价格 以对冲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 目前 已有哪吒汽车 吉克汽车 威马汽车 几何汽车 非凡汽车 上汽通用50和上汽荣威等11家车企 分别宣布进行不同程度的涨价 例如 3月1日 几何汽车销售人员发布紧急通知 宣布即日起部分车型官方指导价 将全面上吊1100元至7000元 涉及车型包括几何X3与几何A2O 其中几何X3涨价幅度最高达7000元 此外 哪吒汽车涨幅2000元至13000元不等 吉克汽车001U版的起售价上涨了8000元 留原来的36万元 上涨至36.8万元 而吉克001U的V版高性能空气悬架系统 套装的选装价格也上吊了8000元 上吊后售价为28000元 近日 记者在上海市实地走访中发现 不嫌新能源汽车品牌 对于涨价的态度和反应略有不同 上海市松江区一家上汽荣威经销商告诉记者 上汽荣威已于3月1日 正式上吊新能源相关车型的售价 但在涨价之前订购的用户 还是可以按之前的价格付款 据了解 上汽荣威旗下RX5MS5五位增享版 i5和i6MAXF三款车型 目前已进行调价 中端销售价格上吊了2000元 据上述上汽荣威经销商介绍 新能源汽车涨价 一方面是由于自2021年底以来 上海外环内行驶的互排车额度指标受限 在拍不到燃油车车牌的情况下 消费者只能选择购买新能源汽车 此外 芯片短缺和补贴下降 也在助推新能源汽车价格上涨 不过 记者在走访蔚来中心时发现 蔚来汽车尚未上吊销售价格 据上海市松江区蔚来中心的一位销售顾问介绍 蔚来汽车由公司统一定价 目前在未收到价格调整的通知 以蔚来EC6为例 当前国家补贴仍有1.1万元 补贴之后的销售价格约为35万元左右 蔚来汽车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已表示 公司长期坚持稳定的定价策略 有稳定的定价体系 价格透明 对于新能源汽车涨价问题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告诉记者 新能源汽车此次价格上涨属于版期行为 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认为 常开化的价格波动更有利于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 流涨有跌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但短期内的价格变动幅度不会太大 据了解 为特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我国自2009年开始 即已推行补贴政策 对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成长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同时有利增强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 据不完全统计 在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实施以来的近13年时间里 我国共计发放补贴1478亿元 补贴新能源汽车数量超过191.59万辆 进入2022年以来 尽管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仍将延续 但力度已大步如前 根据财政部 工信部 科技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四部门此前联合发布的 关于2022年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论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 以及2022年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方案 2022年 我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 将在2021年的基础上退破30% 与此同时 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政策 或将于2022年年内终止 多位新能源汽车销售顾问也对记者表示 补贴退破对当前新能源汽车的销售 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不过 在崔东树看来 尽管新能源汽车补贴正在逐步退出 但并不是助推新能源汽车价格上涨的最主要因素 新能源汽车行业上中下游资源错配 才是导致此次新能源汽车价格上涨的征结所在 崔东树告诉记者 目前 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长过快 导致上游的原材料供给面临着一些压力 同时 由于下游市场增长较快 可以身处中游的车企 带来了大量的购车需求 导致产业链间的供需矛盾加剧 其中 芯片短缺对新能源汽车市场造成的影响仍在显现 据上述上汽荣微经销商透露 受芯片短缺影响 目前店里极有7辆新能源汽车线车 均为同款轿车且仅有两种配色 而另一款新能源SUV车型 目前没有线车 如定够需要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贵癌汽车销售顾问告诉记者 由于芯片短缺加之在售车型已销售了一段时间 线车的库存已经不是很多了 对此 贵癌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 自2021年开始 公司一直和供应链伙伴 共同努力解决供应链波动问题 而上汽荣微方面表示 受原材料价格 供应链体系 以及疫情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短期内新能源汽车价格浮动仍是大趋势 此外 电池原材料等价格的上涨 也为新能源汽车市场带来不小压力 据研报 截至2022年2月中旬 电池及碳酸锂价格持续上涨 均价以达43万元每吨 与碳酸锂价格为30万元每吨是相比 NCM三元电芯成本上涨约11% 磷酸铁里电芯成本上涨12% 上述价格传导到整车端 使得单车电芯成本增加了约2000元 尽管芯片短缺 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 困扰着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内的各个环节 但当前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热度或将持续 在政策层面 新能源汽车购税优惠政策有望延续 日前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 将抓紧研究明确 新能源汽车车购税优惠延续等支持政策 优化双积分管理办法 做好与补贴退坡的有效衔接 稳定市场预期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计 2022年 汽车市场需求将保持稳定 伴随供给端芯片供应不足 连材料价格高位运行等问题逐步改善 预见2022年汽车市场 将继续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全年产销表现好于2021年 未来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尽管补贴再逐渐退坡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却在不断提高 证明新能源汽车市场 已经从政策导向转为市场导向 据介绍 未来汽车打造了以车 服务 数字体验和生活方式 为触点的体系竞争力 同时 未来汽车将在2022年推出 包括H7和H5在内的三款 安T2.0车型 其中H7将于3月底交付用户 上汽乘用车相关负责人 也向记者表示 在2021年 公司旗下新能源车型总销量为16.1万辆 同比增长107% 渗透率超过20% 稳居国内市场前五 全球前十 未来 上汽乘用车全新一代纯电架构 即将正式落地 在前瞻理念与先进技术的共同加持下 新品势必会更具行业竞争力 同时 处于新能源汽车行业上游中游的 原材料等行业的价格 或将迎来下降 言报认为 在刚过去的2021年 汽车产业链中游材料盈利较好 各个环节均有不同程度的提价 在涨价的基础上将会带来产能投放速度的增加 在此情况下 核心材料的价格将趋于稳定甚至回落 未来一段时间内 电池端的整体成本将出现下降 不过 崔东树指出 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并非偶然 而是行业内周期的正常现象 2016年至今 作为新能源汽车电池重要原材料的铝矿价格 已出现多次大涨大跌 在这种情况下 车企要学会适应价格的正常变化和波动 而且行业和市场变化 本身是有周期性的